你的社会朋友来了 来了 这是小龙 你坐下吃 你不用做点什么 你卡的这个时间特别好 你是不是看见我都在端菜 就从旁边冲出来了 我丢味儿来了 你啥也没帮上 你这什么玩意儿 丢不丢人 丢脸小人 丢不丢神 你看能干点啥呢 你啥也干不了兄弟 还要端点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在找 老秦 你的狗 我的狗找着了 我的狗 你的狗不能落地吗 我本来是想让它落地的 它很累 绳计短了 我第一次弄这个 自己弄的 娃娃也让我拧 没人教啊 我看你的视频 你放这儿呢 我怕它炸了 所以让它疼空 我这还是个小龙狗 来吧 来吧 爸你尝尝你兄弟的 你做了吗 这是我蛇 小龙来做点事是吗 对 没啥事了 把这碗做死了 那你洗碗吧 我爸把你洗了呗 圣代 这是圣代 你好 这是懒惰 他们是rapper 他也是rapper 他不是rapper 他是什么本 不是同学 就你遇到了初中同学之后 你就会 我不知道 反正对于我来说 可能就会变成 初中时候的样子 现在长大了以后 可能就会问 工作怎么样呢 有什么不开心的 可以回来互相聊聊 因为身边可以畅所欲言的 就是一些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其实我还真跟他们聊过这个事 就是我们五个人 有点那种什么感觉 像原生家庭似的 就是我们太近了 但是像这一次出来玩的时候 就会 我自己会更偏向于这种旅游感 会更多一些 因为更轻松 那轻松的点在我 跟着其他的朋友 因为也很熟嘛 大家 然后去玩的时候就是 大家想玩这个了 我就跟着一起玩 我是一个 反正我是这么个人 就是大家想玩什么 我跟着玩就很开心 很舒服 就这次你看像迪哥在 因为像迪哥这样的 他就爱组织 因为平常的时候 我都是这个角色 有点累 迪哥在的时候好舒适 你只负责玩就可以了 很开心 这也太闪了点了 怎么又有闪光灯了 这是我这个 就是一个元气满满的一天 你刚咪了一会儿 睡着没 走吧 吃饭嘛 走吧 你就快点快点快点 哇 阴虚的 蛋黄菊百合马拉糕 出鱼蛋汤 这是我的是吧 鱼血 妈呀 大家一起吃哈 各种都来点 哇这 酥炸龟苹糕 这是真的能吃的吗 龟苹糕炸了 对啊炸的龟苹糕 我想尝一下那个 油炸龟苹糕是不是 对 龟苹糕用来炸的 这还有个蘸料 不好吃啊 尝不尝一下这个饼 啊 巨南汁 我没有巨南汁 我没有这意思 霍香饼 我这个 像点这个 怎么样 怎么样 那有点酸哈 醋点多了 这一趴像挑战一样 就像惩罚 对吧 好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登上这个飞毯了 登上摩毯准备上山 看一下今天跟我同行的人员 的一个look OOTD 嗯 这是那个画家的一个OOTD 这个是一个就是 换季失败的一个OOTD 穿着棉服就来了啊 来看一下我的 再看一下我的OOTD 我是一名登山者 可以走吧 嗯 嗯 非常素 嗯 云梦岭观景台 来都来了 打招呼啊 要给这个镜头 来老秦 你说哈喽 哈喽我是老秦 来 哈喽我是老秦 哈喽我是杨迪 哈喽我是孟佳 哈喽 这好不错 如你所愿哈看到了那个 是不是啊 玉露 我跟迪哥老见 但是没像没有像这么见 反正这些年一直在录节目嘛 那我们在录节目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不会像是这种慢总 然后去一块去出去旅游 其实可能录完节目以后 大家 就各奔东西了 然后就不会走得很近 然后可能 再遇到说 哎我们原来一块 录过这个节目 录过那个节目 但是如果像是录这种节目以后 一天 24小时 将近有18个小时 我们都待在一块 其实大家会变得更近 然后就会觉得 哎可能 我们就是互相的打